曾經因為合約糾紛 酷訴自己半年沒有收入的歌手徐懷月 好不容易結束與舊東家的糾紛之後 現在卻被新東家控告 人間蒸發 索賠四百萬元 原來他在三月份 簽約之後就斷絕聯絡 連母親都疑似幫忙隱瞞行蹤 而經紀公司忍了一個多月 決定正式提告 拿著合約書 徐懷玉新東家經紀人神情嚴肅 因為找不到徐懷玉旅行合約 忍無可忍 決定提告 尤其知道徐懷玉搞人間蒸發 卻還想跟粉絲般見面會 經紀人簡直氣炸了 孫茜當初幫他接的商演跟代言 都是百萬合約 除了難以估計的商譽損失 經紀約部分至少要求償四百萬台幣 現場打去徐家 連媽媽都裝傻 是不是外傳憂鬱症復發導致失聯 沒人給答案 當初介紹他進新東家的好友林可 也毫無奈發道歉簡訊 徐懷玉1998年出道迅速爆紅 還被封為平民天后 兩張專輯都賣破百萬 但轉往中國發展 卻在去年因為被安排陪酒和前東家爆發合約糾紛 讓他無法接任何演出 只好不知心當律師助理 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重新開始 卻又行蹤沉迷 恐怕真的會自毀虔誠 民進新聞中沛與陳嘉楊 台北